1.1.3,每一秒就有個球拋上去,速度是40mps 然後假設他們空中不會相遇,以及忽略空氣阻力 我們現在就是fi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balls in the air 每一個球向上拋,不要理40mps,這個真的很快 你可以當這個好像小丑的個案 在空中中最多是幾個球 首先我們要計算一下那個球在空中中所需要的時間 所以time in the air就是v0加at,v-u除了a就是時間 計算出來就是40,減回-40,除了10,即是8秒 所以它maximum number就是8個球 B-part 這部分其實是想教你一樣的就是用一個graph去解決這條問題 其實會很簡單的 首先畫一個st圖 為什麼要畫st圖不是畫vt圖,或者at圖是什麼意思 那麼st圖畫的原因就是我們想說它那個球是空... 那個球跟哪個球相遇呢? 我們在說那個dispacement是相同的 那麼我們呢就... 要留意我們所謂的mid其實只不過是空... 那個高度一樣的,即不是雙撞的意思 那麼首先畫一畫就是第一個波的st圖 那麼就是畫到那個curve,這個就是8秒的 那麼第二個波是第一秒開始出發 那麼所以整幅圖就是向右shift中1秒的意思而已 那麼這個是9秒來的 那麼我的畫功就畫差一點 那麼其實兩個... 那麼這兩個... 第一個波和第二個波呢 是什麼時候相遇呢? 就是這個位置 那麼這又是對稱性的 那麼這個時間呢 那麼這個時間呢 剛剛好就是... 應該是4.5秒的 那麼所以第一個波呢 跟第二個波相遇的時間呢 就是4.5秒的 那麼跟第三個波呢 第三個波呢 第三個波是第二秒出發的 那麼它相遇的時間就是十幾一半 就是5秒的 那麼而如此類推 那麼第四個波就是5.5秒相遇 那麼然後第五個波就是6秒相遇 那麼然後到第七個波呢 就是... 那麼... 那麼寫完啦 是6.5秒 然後第七個波就是7秒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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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先看吧 我沒有計錯數了 看先看吧 4.5秒啦 5秒啦 5.5秒啦 6秒啦 那麼第八個波就是7.5秒的 是 好 那麼這就做完了這條問題的了 好 那麼主要就是... 這個角色來的就是用Wattgraph的技巧來解決這條問題